我們的目標客戶是在於桌球的訓練 他們需要比較專業而且多樣式的練習 那這些東西大部分是只有教練可以給 那我們的產品就是希望可以模擬到教練的那些發球的方式 我們參考了CM上各式發揮的產品 針對它其中的缺點然後做改良 硬支架自定化客製化來達到這樣的產品 我們主控板用的SCM32是使用到C語言 那我們也有用到樹莓拍的Python 那也許為了我們會再加入更多樣的馬達換不同的主控IC 我們的輸送袋是一般的履帶是平面式的輸送 在運送螺絲這種會滾動的物體上是不太適合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額外去設計一個底座 來讓螺絲能夠穩定的在上面做運送 像辨識的部分我們用到了TensorFlow去辨識我們的圖片 然後再把圖片上傳到自駕庫上面讓網路去抓取 我們這組的專題作品是聯網自駕車 我們希望可以藉由兒童電動車來實現自駕車的各個功能 例如最基本的道路循跡、前車跟水、紅綠燈辨識等等 當它的環境跟我們在實驗室環境不同的時候 它有時候就會很心長 有時候就會不順暢會卡頓 所以就是環境的穩定性是我們必須要去改良的 去找說車牌裡面的文字是寫什麼的時候 也遇到比較大的困難 後來經過跟老師討論之後 有蠻大程度的改善的就是利用OCR 光學文字辨識的部分 來讓車牌文字變得更加明顯 我們的作品GoToGuy 它主要是針對適當者在外行走時會遇到困難 我們的智慧墨鏡它有鏡頭 然後辨識出結果如果是懸空障礙物的時候 它就會透過藍牙回傳到耳機 告知適當者前方有懸空障礙物 我們所使用的AI技術是基於深度學習的物件偵測 它是一種影像搜索的方法 在一張圖片中去搜尋物體可能所在的位置及範圍 並且分類為合作物件 耳機的部分 現在是用最開發版的那一大塊來做 那我們之後會把它塑造到行蹤的那種大小 讓適當者可以隨身攜帶比較方便 我們專題名稱叫做Mate-i 是給藥師使用的調劑辨識系統 透過自動化的取樣辨識藥物是否正確 我們用到了TensorFlow來進行深度學習 那來透過NVIDIA、AGA CASEL、SVR來做本機的推論 再將推論後的結果顯示在我們機器的螢幕上面 我們目前沒辦法辨識說兩個重疊的藥物 兩個藥物重疊的話那數量會辨識錯誤 所以下一步就是使用演算法去解決這部分的問題 不管什麼問題就是要先找到一個可以解決它的方式 然後一步一步的去來把它解決 然後來達到我們理想中所想要的功能這樣 已經很熟悉的去組織一個專題 然後把它做得完整 這樣未來不會有太大的先接商的困難 每個人的想法不同、科系不同 多少有一些爭執或者是不同的意見 大家要去解決然後去統一這些目的 有這些空間、環境、好的實質 不管是自主的學習、時間利用 然後這些選擇的開發 不得不說是學習到非常多東西 如果可以透過自己在學的期間 把所做出來的產品導入AI 然後去改變人的生活 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希望我未來之後出去工作 可以是那種就是借別人的案子 然後把別人的案子做出來這樣